你有没有想过做大学水平的研究时 要注意什么呢 当然 你需要了解受众的需要 不要期望其他人能够完全了解 你要和他们说的话 即使他是你的教授 在准备报告的时候 要尝试去引导他们注意你的贡献 思考他们会问你什么问题 还有 切记要有学术诚信 千万不能抄袭啊 等等 好像忘说了什么 对了 就是你的研究成果的品质 你想想 如果你将你的想法混乱地堆叠在一起 你的听众能否知晓你的研究 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试想想 如果你只是将你的论点和资料之间的关系 轻描淡写带过 你的听众又是否能完全理解你的研究呢 现在看着好像好多了 你要时刻反思 为什么把中心思想和论证理由这样放 你的听众会不会明白你的研究 有什么中心思想及其背后的理由呢 对了 你将不同部分的论点和论据 有条理地连在一起 现在的表达也很清晰 是一件有深层意义的作品 做得真好 还有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还可以让你的研究成果更上一层楼呢 倒不如现在就思考一下 怎样把你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不同的地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